一场美女野兽的音乐剧响宴 透过了20个升降步景快速的变换场景 舞台上密密麻麻的定位贴纸 跟靠着轮子移动跟固定的大型道具 搭配上全场300多个舞台Q点的细致转换 创造了梦幻般的舞台 华丽精致的舞台服装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 演出用了580件的服装跟配饰 30个演员必须要在舞台后方的小空间内快速的换装 这就是这一场很快的改变 基本上观众没有想到会发生 我们有一个团队的人 这一场比较快的小时 要让衣服更快的快速 当贝尔换上鹅黄色的晚礼服 搭配着主题曲《悠扬》的吟唱 跟野兽一起翩翩起舞的画面 感动了许多的现场观众 comes with one of our most iconic pieces from Disney's Beauty and the Beast is the yellow dress it's the dress that has held children's imagination for years and years since it first came out in the early 90s and it's an absolutely stunning vision when it first appears onto the stage she's revealed and you can just hear the gasp as the audience sees it for the first time 在那一刻他們真的很期待 除了服裝之外 為了重現18世紀的法國風情 製作團隊特別打造了一百多頂的假髮 我們會跟我們行程 包括我們的背包 不太穿好 我們需要的 也包括我們的背包 不太穿好 這些用的 剛好我們會有15個重量 每次穿好 但是表演時 你會看到75-80的組織 所以每晚每晚都會有75-80的演繹 這麼多假髮管理是一大學問 製作團隊用顏色來區分 每個角色的假髮都有一個專屬的顏色 有很多數字和很多角色的名字 讓他們知道哪個角色是哪個角色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用紅色的方法 我們也有色調的標誌 讓他們知道哪個角色是哪個角色 重現了夢境一般的童話場景 美女夜獸即將在2015年8月 跟台灣的觀眾正式見面 有聽到什麼 這個人跑掉了 很多脫掉了